这是世界上最厉害的金属 在刚买的新手机上倒点金属加 分分钟手机就被腐蚀殆尽 稍微冷却后 用手还能把手机扣碎 在高压的金属罐表面低点金属加 没成想几分钟过去 气罐下方突然破裂开来 内部的高压气体不断向外泄露 而这就是金属加恐怖的威力 尽管外形酷似水银 但它却并没有水银那样的毒性 如果你拿起一把用金属加制作的勺子 将它放在手中把玩 用不了多长时间 勺子竟然会融化成一滩液体 而这正是金属加的另一个特性 融点低 大约在30度左右时 金属加就会从固体转化为液体 随便拿来一块金属加 放在手中也是类似的效果 而之所以加能对金属有如此破坏力 并不代表它像浓硫酸一样 有着极其强大的腐蚀性 而是因为加和其他金属的微观结构不同 我们眼睛看到的腐蚀 其实只是其他的金属溶解在了金属加中 当金属加接触到金属时 就能形成一种合金 原本坚硬的特性和结构也会被随之打破 就比如面对着结实的一拉罐 金属加分分钟能把它腐蚀 坚硬的网球拍也难逃断裂的下场 屏幕前的你们 能想出用金属加来腐蚀些什么物质呢